書有講清楚 那我既然講到這場 請問給大家看 進參道前面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個是工會堂附近 這一條應該是寶慶路吧 滕陽路 那這邊就有畫青菜青菜的位置 也就是工會堂周邊 所以它的建築群很多 這個日本時代拍照的時候 那些建築圖 都是當台灣總督府的相關設施使用 所以這一條就是寶慶路 然後在中山堂在這裡 所以這麼大的地方 都是布鎮室之洋 然後1930年代 1935年要辦城市國安會 執政40年 城市國安會 然後就這個地方 還留清代的東西太low了 那展覽館呢 第一展區在中華路 就是今年的台北登桂園在那裡 第二展區是在新公園 所以這個地方你還是維持這樣子太low了 所以就想把它拆掉 跟我們現在想法都一樣 拆掉然後蓋一個工會堂 就是一個廣場很先進 那就蓋在這裡 可是那個當時討論就說 那這些古蹟怎麼辦 所以日本人最會搬古蹟 不是台灣人 是日本人最會搬古蹟 那個明治村全部搬過去的這樣子 所以他們就討論說 這個地方搬到植物園 往南搬到植物園 這個地方往北搬到圓山動物園 這個地方搬到散島市 它叫曹洞中台北秘莊散島市 可是我們最忽略的是 這三個都是房子 這個最大 就搬到這邊來 那這個地方是花園 連花園都遠風不動搬來 所以那個花園是比較 我們比較少去注意的地方 那以前的傾差型台 跟買的口袋